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's go 來 大白 大白 你開麥 大白 餵 聽得見嗎 可以 來 大白 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18歲湖南的 你真18歲 最大 好 來 這位18歲的那個年輕人 來 湖南的老鄉 來 你想說什麼 其實我上來是要懟大白的 不是 蛤 我是要懟阿包的 我上來是要懟阿包的 喔 那他不在啊 剛才在那群裡 現在不在了 那你現在要怎樣 沒有 我說那個台灣問題 就是我接著剛才跟話題聊吧 你說 就是 我也不是說他的說法都不對啦 就是 什麼兩岸要加強溝通啊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 統一以後的事情啦 這個就非常的理想化 但是我 就是我聊台灣問題的時候呢 我一般不會聊台灣 嗯 對 就是他有問題 我不會聊台灣 因為 因為沒有意義 你知道嗎 嗯 我這麼跟你說啊 就比如說剛才他們說的 這個兩德統一這個事情 嗯 東德和西德 如果你只拿東德和西德來聊 兩德能統一嗎 我們就說一下東德和西德 怎麼統一的好不好 嗯 當時東德兩德統一 是被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反對的 嗯 然後只有蘇聯是支持的 所以 所以為什麼普京去罵 去罵那個德國說 你們忘恩負義 當時如果沒有蘇聯支持 你們兩德是不能統一的 嗯 當時西方所有大國 都是反對兩德統一 嗯 所以台灣問題也是一樣的 嗯 你去聊兩岸 你說我們怎麼釋放善意啊 怎麼怎麼樣 我其實很明白的說啊 哪怕今天 台灣是共產黨在執政 就是台灣 台灣共產黨在執政 原來也不可能統一 嗯 就這樣子 嗯 因為台灣的定位 就是美國的一個棋子啊 嗯 你擺脫不了美國的控制啊 嗯 那我們再說得深一點 我們直接說底藏邏輯啊 如果說台灣 他擺脫美國的控制會怎麼樣 那就是台灣沒有靠山了 沒有靠山 他就直面了大陸 那剩下的中國大陸 跟台灣兩個人 我體量這麼大 你體量這麼小 你一點依靠都沒有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著 你被吞兵是必然的 所以台灣如果擺脫美國的控制 跟中國單獨談的話 你就只剩下被統一這個邪竅 嗯 是這樣子 嗯 所以的話就說 所以說台灣與我擺脫美國的控制 就等於被統一 台灣如果不擺脫美國的控制 你就要為美國的利益去服務 這個邏輯說得通吧 嗯 是不是 可以 那我們再看美國 對 美國的利益是什麼呢 就是他要台灣做什麼呢 很簡單 我們也從美國的 美國的 美國的想要的東西來說 嗯 美國想要台灣這顆棋子 他想付出他最小的一個代價 來獲得最大的一個收益 嗯 這個能說得通嗎 嗯 是吧 那怎麼樣叫最大的收益呢 就是 比如說 嗯 我當時我在群裡面收購嘛 我就說台灣可能就有兩種結果 第一種的話可能就是 嗯 就比如說 我要把台南做一個籌碼 賣給中國大陸 嗯 那之前 你還記得那個希拉里 之前不是有人跟他說 我們用3萬億的美債 把台灣賣掉 嗯 還記得這個嗎 嗯 如果說這個 如果說這個交易政的成立的話 你想一下3萬億美元 我3萬億美元 大概相當於是21 21萬億人民幣 嗯 21萬億人民幣的話 嗯 馬關條約中國也就賠了兩 嗯 馬關條約中國是賠了好像是 我這算是2000萬人民幣吧 嗯 然後相當於是中國欠了100個馬關條約 如果你答應這個條件的話 嗯 那對美國是有利的呀 嗯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把台灣直接引爆掉 作為一個炸藥引爆掉 嗯 這樣子對 就是讓台灣 嗯 因為我們說一下中美之間的這個 揚邊的優勢在哪裡 美國的優勢在於金融業 嗯 中國的優勢在於工業 嗯 中國是相當於是機器加起來的工業總和 嗯 美國的優勢是金融業 嗯 如果說把中國拖入到美國金融業這個領域 那美國絕對是能玩的很多的 比如說沒收你的這個海外資產啊 還有搞這個制裁啊 那想要的是這些嘛 嗯 是吧 所以這個是最符合美國利益的 嗯 那我們再來說中國為什麼 中國為什麼不急著統一台灣呢 嗯 因為你統一台灣你解決不了很多事情啊 嗯 首先第一個申請就是 你 黃俊芬你收破台灣了以後啊 嗯 美國就不跟你打金融戰 不跟你打貿易戰 不跟你打科技戰 他就不擠壓你了嗎 嗯 那不可能啊 你是在中美背景下面的一個很小的一個 嗯 就是很小的一個棋子而已 嗯 東博是不想主動去激活這個棋子 嗯 然後 這裡面對說中國的戰略是什麼呢 因為中國跟美國是同一個量級的棋手 大家在互相下棋 我沒有必要跳到你這個你設定的議題下面去 我可以在別的地方下棋 有一個變化就是 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 以前中國從來不關心東東的事物的 就是你你美國要打阿富汗也好 你要打伊拉克也好 你打你的事情我就拒權 嗯 但是現在巴以衝突 中國每天都在這個聯合國說 你美國你干干預了這個巴以的這個進場 其實巴以衝突已經70年了 嗯 但現在中國就全面入局了 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它不在台灣這個地方 台海這個地方 就是美國劃定的框架下去跟它鬥 而是在中東去下棋 還有在這個歐洲 東東這個地方 如果說我們說一個簡單例子 如果說以色列徹底了 實施了這個兩欧方案以後 那中東就不會跟著美國走了 嗯 那如果是石油美元 石油美元 石油不毛定美元了 會怎麼樣 嗯 美元體制會崩潰 嗯 我的意思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中國它沒有必要 隨著美國的這個腳步去走 它可以在很多地方去做 所以說台海問題大家也不要急 但是台海如果真的像 啊剛才阿包說的 說我們兩岸要開始疼的時候 一定是 優勢很大的時候 中國才會去談 它不會主動說 我要去搞愛菜海 然後其他地方我不顧啦 嗯 這是很很蠢的一個行為 它解決不了任何事情 嗯 就是台海問題後面是中美問題 你只要解決了中美問題 台南問題才有解 嗯 我想說的就是這些啊 好的 好謝謝大白 大白你稍等喔 請問一下你是卡爾嗎 好的 你是山東卡爾嗎 我不是啦 你怎麼會這麼說啦 嗯沒有 因為大家都說你是變身器嘛 然後有人就猜你是不是卡爾 我 我沒有 我不說啦 你 你不是變身器喔 我沒有啦 可能我的脈有有點問題 還有我的這個 啊我的 我是用VPN有點問題 啊 所以人家不是用變身器 啊不要亂說 啊好不好 啊 啊 好啦那那謝謝你啊 謝謝這個大白你的分享啊 啊 啊謝謝 啊 啊 大白不見了啊 啊 好 來 下一位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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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趕快加入